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這個就是我IG FB FB還有Twitch 影片右上角是大師LINE社群的QR Code在上面 那影片的資訊欄下方有連結可以加入大師LINE社群 然後輸入你的YouTube的名稱或Twitch的名稱 我會親自審核就可以加入社群啦 那加入社群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先馬上知道我發了影片 就這樣 跟玩家討論一些事情都可以 就這樣 阿有一些版規阿就是加進來的時候去看一下阿 藍黃青又是合體技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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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少俠鐵姑娘赫魯布朗請進 向那才能將會場等候三位 造靈四位也殘屍 無當玄珍道長 而沒神行道長以致 如今花少俠也看也到了 這五年大會也就不虛了 欸是海獅電星說的喔對齁 欸喔對他昨天講的齁都忘記了 我偷到了 奇門盾甲 且慢 不知閣下 何以南消花魔 我耐心思 尊惟一人玉拳四位 名正三間 想不到一出江湖論名氣 還比不上你這黃馬 馬頭小火家 見得那麼不錯喔 你一下子就內欠 日後你就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天高地厚的是你吧 看你穿的面是耳鳴門人 想蒙 蒙混也找他好服裝 我本耳鳴弟子 行種江湖自然是官藥而鳴為己的 不要你以為成與我而鳴有恩 我並不敢對你動手 我就教你瞧瞧的鄭州鳴舞學 今天大家來參加湖靈大會 都是為了齊心協力共角魚王們 可否請左教頭高抬對手 免得這場名氣之爭 小子的話倒也不錯 我也不能以大欺巧 這樣吧 你向我刻三個相頭 承認記不如我 這事就免了 左教頭果然是身具金屍 不知江湖中事 這話太可笑了 小丫頭個閉嘴 我在和你家公子說話 一花公出來都這幫不知理處嗎 左教頭 像你這幫對女孩子吃河 莫說是花某武林中的 就是花某不是武功 也看不像你這幫態度 哼 以下放上 多說武藝 看打 他可以拖什麼 打不然他可以拖到消遙邊吧 好學到了 唉唷 你還正敢打我啊 我以後穿了這件免衣 可是遇刺了 我連站著多師之窮 無巧與左教頭逃入宮中所思 失陪 我記得防禦也要加齁 到時候鐵戰 那個防禦也要高一點 好 我記得防禦也要加齁 好 我記得防禦也要加齁 好 就這樣 你死了什麼邪蠢 共生無人是我第一手 只怕是大家讓你吧 好 走 欸 這邊很緊張 這邊很緊張 好 好 這邊的劇情也蠻多的 最可靠的消息 已經探出炎王們座落的位置 且言之 今日召集大家的目的 就是推去一位武林豪傑等的盟主 來算你眾能合力 前往剿面 這次大會要特別感謝 安心的江蘭第一首富 斷合肥 斷大喪你的幫忙 我們請他 說幾句話 我向大家客氣了 不然我採取有限 不會說什麼場面話 總之 就是 野王們所引起的瘋瘋瘋 憂癒 影響我段安帕的爭議 而主義 我決定 提供重金 獎賞 那叫火炎網偷爐的人 並提供刀艙兵刃藥查一類 全人供應 剿滅野王們的行動 而至於時速部分 我斷家的連鎖客單費用 也予以遮滅 阿斷帶上來複合不佳 願意為武林新王貢獻彩底 面了野王們之後 我們一定多多照顧你旗下的試驗 上次的武林大會 以野王們偷襲各大派本商 導致最後草草流慧 要是帶下沒有技術的話 加磨正是預備人選 不知各位有什麼其他的高劍 怎麼姜大俠說得好像不一樣 姜大俠勝敏卓爵 武學金三能格高床 並叫他由四海 但火學與三大派自有上下 不見的比得過 不過一團的劍是謀略與領導的威望 三大派並無可並駕齊驅的人選 老夫並沒有那麼偉大 這位仁兄太愛了 不知三大派有否更好的人選 少林派如前世所言 是願意派人挑發炎黃 並無意進出盟主寶書 我當然是支持江熊 聽說參與黨快要取斷合肥府上的橋姊 一方是武林盟主 一方是江南首富 只是喜上加喜 江大俠就看名利雙縮了 啊 是 是他 豈有吃戀 將別喝你這老婦裡 我來跟你這武林盟主 學人 學人道長請留守 江大俠前陣子與這 解鎮你的人動手 元氣不調 還請住守 北必 江別賀 也說頭說尾的 誇公子你護著江別賀 我不能奈他何 但這武林盟主之外 必派 學不承認 這武林盟主 是 對重品性嚴型 選擇耗弄胡照 就像武功出動 也不能領導重能 不知道還有誰有意義的 無缺公子 果然神功蓋世 就是人情事故一點不通 而在場的諸位一般 被江別賀蒙在鼓裡 別弄他 我求求你 我今天要說什麼就是 江小魚 今天是武林心局一起的大事 暫時不和你計較 但是撥弄是非 也對狗平有據有道理 不然 就算我們原樣裡 台下的諸位 可不是胡說兩句 就能交代 欸對阿對阿 我帶一個人證來 但是大家 要先答應我不能動他 至少等他話 說完了再動手 不然 最後吃虧也是你們 只要南大俠代詞 一定會維護公平 你蠢蛋啊 作者會自己認錯 還是無缺公子承認我才會相信 你 你 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一句話 他連命由我花無權先擔著 這次他把話說完為止 軍子一眼 快馬一變 鐵星男總是沒看錯男的 我講這句話幹嘛 魏無心 上拿對子吧 你 江小魚 你竟然能買通炎王門護法來誤蔑我 好狠的毒忌 罪人 殺害各位師尊 門人牽主的罪念 待我說出江別河一謀 在報的復仇後 會責任於眾人面前 自消邪漏 以償前院 你說什麼好聽的話 你殺我師兄 我一樣你現在就償命 我通門身邊的法清 還印八個月 完全沒有反抗的餘病 這樣嚴格門還下手 我不能原諒你 不用說了 你趕緊至今贖罪了 大家安靜點 魏無心明知道這裡會被爛刀分屍 還冒險來清楚說經濟 大家聽他說晚話都不成 江別河一火炎王三娘好 一人擋著武林盟主 一人掌控江湖黑幫 再加上斷合肥的資金 就能黑白兩道無往不力 他們已經約好要故意放空炎王門 再拿諸位去搗混 這樣就能鞏固江別河武林盟主的地位 施主此言擋著 其實火炎王根本不想遵守這約定 他在炎王門設的習慣 隨時總變瓮中作弊 將諸位英雄誘入洞窟後活滿 江別河 只是以火炎王的一列棋子罷了 即使大家 其力衝出重吻 真的剿滅炎王們 也要犧牲本都生命才可能患難 各位 要如何對四者的妻兒子女交代 假如是為了真刀 犧牲在所南面 不被為易幼死 為易幼死 為易幼死又有何去 是啊 道場的真刀 只是為了為喜而美的名聲嗎 我自己或是父輩全力鬥死尼骨 為報復仇學功夫 才物中堅人詭計 入海眾人性命 這種淵淵香化的悲劇 難道還要著重演嗎 你口口聲聲說以我炎王門勾結 這種謊話三歲小孩也變得出完全不同另一套 信口詞謊 倒是拿出證據來看看 閣下坦坦而談 雖然並無可能 但是拿出證據說服眾人更好 不然 再次還不能再繼續維護下去 我想合一江別赫一戰 江別赫成和火焰王學過魔功 只要我摧取最大功力 一定能激出他的魔功 你 你們請找花貓挖為晃 實際道長 咱們這麼多人的交情 會員法師 我也不如比快 重見少年呢 非無心可恨 你可貓生命危險來勸說 就要憑這膽子 雖然咱們不會江湖正義 也要為欺憶而子女著想 我們不能冒險 好 老夫虎落平仰 花公子 你怎麼說 我亦有些懷疑 什麼 得而負實 是而負的 在這場燈姐的謎團裡 我再想 誰是最後得利的 若你真的是 當上武雲盟主 又奪回飆營 確實相當可疑 沒想到我堂堂江南大俠 又會被你們逼到這盆田地 好 很好 我們走吧 這裡不值得再看下去了 你願意放過他 今天是例外 就讓他們去盜吧 但是下一次我看到小育兒死 還是要取他性命 我們走吧 小育兒 還自己保重 現在情況不移在路內 還是離開吧 好 花秀 我爹還在林中嗎 這盆裡面忙了 江前弟 什麼事這樣忙 剛忙完一件大事 這要向我爹報告 嗯 蛤 就這樣 公子 為何要放他走呢 江 唉 江別後或許就有因的 但他兒子似乎並無惡極 所以就放他硬嗎 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是一夥的 那也是以後的事了 那現在若是不想回一艘 該往哪個方向走呢 四海溪那邊有個樹林 我們往那邊去散散心吧 我們往那邊去散散心吧 好 我知道你是不想讓我碰他這樣小的 就以你的吧 謝謝你 謝謝你 哇靠我心有靈犀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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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缺慢走 小 小月兒 你以為我是來送死的 是嗎 不錯 你竟然這麼想殺我 為何不來找我 所以等我來找你 我自己本不願殺你 所以並不急著找你 但此刻我竟然見找你 卻還是非殺你不可 不 這是他自己來找你 至少這次你不能殺他 讓開 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這鐵姑娘 聽說是你未過門的妻子 為何要來管我的閒事 我根本連任都不忍等他了 這是 你不要別人幫你了嗎 我亂讓別人幫忙 為何來找你 你心裡這樣也知道 我這種人是絕對不會為了送死而來找你的 那麼 我是為何而而然 你心裡必定又在奇怪 這也是有些奇怪 你以為我殺不死你 我也以為你殺不死我 若是這樣拖下去 突然兩百年後 也不知究竟是你對還是我對 我心裡著急 你怎麼比我更急 所以 我今天來 是為了要和你做個了斷 你想如何來做了斷 你一直要說個地方 三個月後 必定去找你決意生死 沒有分出生死強弱之前 誰也不許逃走 但在這三個月的約起未到之前 你重要瞧見了我 也得裝作沒有瞧見 更不能來尋我動手 嗯 我弄不來找你 這三個月 你反正是找不找我的 這條件 並沒有了吃虧 你為何不肯答應 你做出這個條件 其中想必又有詭計 你 你 你不答應 三個月後 我再安慶一待 你必定可以找到我 很好 你若使欣賞我 我必定不會生你失望的 欸這個時候不能選主角 下道不成啊 我去找九姑娘 各老子的 有成人去的江 小羽的提 嘻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欸他又走回來了 哈哈哈哈 換主角囉 你 你為何又回來 時候到了 你好好考慮一下 接下來 是否要換人當主角 嘻定好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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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不說話 沉默有时起飞比什么话都好 这些日子已来 你初初照顾我 又不是你我早就已经死了 我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这么好 我这一生 也从来没有人像他对我这么坏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瞧见他就没了主意 这些话 你本来不必对我说的 我也知道这话不该说 但都不对你说个明白 我心里更难受 更觉得对不起你 这怎么能怪你 你又有什么对不起我 这件事 就先不说了 只是我们一直和江别赫在一起 如今 方知他是烟王门的走狗 这是恐怕别人不会相信的 东知和不上少林寺 也会有人放他说明 我相信他一定能体验的 师父在出国前 也曾叫他要办法少林舞蹈 反正还有三个月时间 现在这是时候 如是三号 这里少林比较近 我们进上少林吧 这样 就不会帮到小鱼了 阿弥陀佛 施主可是要闪闪 正是 必是不应于客 还会请施主见料 我们只是半剑方丈以下 别有他意 阿弥陀佛 平正不打黄语 平正不愿那三位闪闪 实是因为三位 城市江别河坐上客之顾 随于女客骨馆 无缺今生来此 就正是为了此事 要向顾怪事方丈解释 阿弥陀佛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三位请上三把 祸福自穴 我也不然 先进去一下 不是拿什么 天魔斧塔吗 发生什么事 阿弥陀佛 是以花公的花物圈来了 善哉善哉 无知花公子有何见叫 大师见谅 无缺此行 先来向大师解释 花公子何出此言 有何时许想脑纳解释 花公子严重 无缺随于江别河同进出 但实不知他背地勾进阴王们 义无相助之意 望大师的明察 江别河老谋神算 老娜则是一位知所欺 若是受欺制的 即是同盟之的 让老娜亦有份 花公子多虑了 盟大师不起 我却放下得罪少年 诸师兄弟 望大师输罪 唉 我们下地址玩意 不便正邪轻重 想花公子出手 老娜才该赔罪 实不敢当 我却谢过大师 要去拜访武当了 那日前逢礼仪会 武当玄珍道长 负气而去 若花公子能平堂锁入 才是无上功德啊 多谢大师 多谢大师 少年是不便解答女客 三位请罢 老娜不送 他怎么有一个升级的音效 像那个玛丽兄弟这样 好可以走了 多谢了 施主乃至成所事 与平真和感 我当了 我当了 一路是能說他兩句 他大寫之下什麼都忘了 承蒙指教 大恩不言行 沒什麼 只要別說是我教練就好 還有路上或許有些師兄弟 還為了將別喝儀式為難你們 還請手下留情 我會留意的 華武群 你來做什麼 宣誓道長 烏雀那日在千鳳梨霧的城市 聽道長息怒 哦 沒想到花烏雀無意過人 也有求人的一天啊 是 都怪烏雀不是大理 烏雞的將別喝 那日讓道長負氣而去 烏雀行下甚至不安 這次是特地來向道長請罪的 公子實在太委屈了 這是蘭瑋花公子的 啊 哈哈 哈哈 沒什麼 小事一樁而已 想不到他 這般有理 這年輕人不錯 道長胸襟廣闊 死非一場 一般長的隔壁 無缺 纖細憲果 好說好說 不會一場而已 年輕人有說忍錯 沒什麼大不了的 這位少俠是誰 幫我介紹一下吧 好俊秀的公子哦 哈哈 哈哈 華公子你都不認得 她可是以華公的傳人 下一代的武林行雄 華公子 這是小女印情 你們倆親近親近吧 這女孩不是之前 被江一兩名的死去華人那一個 現在又想做什麼 什麼嗎 公子才不接受像你這樣的人呢 全身道長 毫無代碎之人 只不敢有此妄想 請能無缺在江湖上 多一點 越利些 樂好有緣 再上武當山與道長續舊 也罷 年輕人總是要多利一點些 莫忘常日成功成名就是 那一趟武當山吧 是 我卻告退了 早些過來啊 這小姑娘做帽 以後不敢拿武當山了 哈哈 哈哈 這兩個女生是怎樣啊 愛吃醋欸 愛吃醋欸 沒事不要找我 哈哈 什麼鬼 什麼對話 那位 印青姑娘是何許人物啊 呃 抱歉 她早上花物去花公子了嗎 她是長不能的女兒 彼此交通慣了 上面千萬別記憶 真可怕 一花公里的公里看公子 也沒有這樣兇的 想不到花公子的人屈能生 你找我們師兄都擺平了 誰是武林之福 不敢當 這護法沒有記憶有放 武術還沒謝過呢 不要提 千萬不要提這是我說的 就算 就算謝過我了 好嗎 一言為定 我要回山上看掌門師兄了 免得他一心到我頭上 就此別過 謝過了 好嗎 接下來我們要去哪了 這裡風景不錯 邊看邊想吧 事情那麼快都辦好 得快點找事說 不然花公子就要去找箱小雨了 她在想教小雨的事吧 也難怪 公子的鐵公里還打這麼雅名啊 想 逢 怎麼有人走這麼近 我還沒有發現 這兩公里 剛好有花公子的沒有發現行蹤 這兩好像不是普通的窮漢 咦 莫非就是她 應該不會錯的 應該不會錯的 這對眼鈴 這樣的身手 這樣的容貌 哇塞這個音樂這個氣勢 太猛了吧 這位姑娘 這位姑娘 你可是鐵心男 啊 是啊 你是 那就對了 果然是小魚 得想辦法錯合他們才行 那你心裡 可是很喜歡這位姑娘 這 這 你若是喜歡這位姑娘 就說不出來吧 什麼沉默不說啊 全是狗屁 你不說出來 人家整治你喜歡她 這人難道不懂的含蓄是沒的道理嗎 可是說也奇怪 這窮漢 說出了粗言粗依 竟然有一種豪邁之氣 有些話她不必說我也知道 啊啊啊啊啊 很好 不想靈性比她痛快得多 這樣的女孩子莫說是她 就是連我見的都有些歡喜 那你 喜不喜歡她 我 我 我也不是不喜歡 只是 既不是不喜歡 自然就是喜歡了 你兩人既彼此歡喜 就由我來做美 今日 就在這裡成了親吧 閣下 莫非在開玩笑嗎 這怎麼是開玩笑 泥橋此地 鳥與花鄉風和里 你兩人在這裡成親 起飛比什麼地方都好得多 紅族之光 又真極陽光之美 世上所有紅毯 更都不比這泥土的芬芳柔軟 你兩人就在這陽光下 泥土上 快快擺在天底 起飛人生一大樂事 就連我 都覺得痛快自己啊 閣下 閣下雖是一片好意 但在下不能接受 你不答應 是 我知道 這不是你不願意 只是怕他不願意 但他既會說話 你又何苦過心 有許多話 是不必說出來的 你明明喜歡他 喜歡的要命 但為了他 卻寧可應 走心腸不答應 這樣的多情種子 倒真不愧是你爹的兒子 像這樣的男人 你不嫁給他 嫁給誰 這家什麼人都見過 倒真還沒有見過 如此病人的曾經 你如此說話 想必是以為我載不了你 是嗎 我功力雖然還沒全然恢復 不過 這種功力 華谷卻不是他對手 助手 助手 我答應了 你呢 你到底答不答應 卻一 卻一 你 你 你難道不喜歡我 你寧可終生痛苦 也不答應 我不答應 就是不答應 也沒有要殺我 儘管動手便是 好 無與其讓你終生說苦 倒不如現在就殺了你 這個音樂 一滴 一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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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谁 我一生总以未能一日 宜华监狱无功为恨 不想今日尽在此地 遇见了宜华宫的门下 难道是燕南天 你是燕南天 我正是燕南天 能与燕南天一战 正是学武的人毕生之愿 就是遗花宫门下 也以能与燕南天一战为荣 你能不能走吗 我听你担住他 他绝不会杀我的 是啊公子 请快走 我在一战 并非为了自己 我是为了移花宫 我还要你们知道 我要杀江小雨 也非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移花宫 像个月后 若你们尽找他时 不妨告诉他 我虽然一心要杀他 对他始终没有怀恨意 也希望他 他也莫要怪我 你为什么做事 对他为了别人 你这一生 难道是为别人活的 你 难道不该为自己 做些什么吗 为了我自己 我又是谁呢 别人都说 你是世上最完美 最幸福 最令人羡慕的人 又有谁知道你的痛苦 别人都说 你是最镇定 最冷静 又有谁知道 你和自己都迷失 别人都愿意过你的日子 又有谁知道 你接着为别人活着 公神都是常败事啊 我 我陪他就是了 华武雀 你果然不愧为移花宫门校 不认这一战 你是圣师傅 移花宫之生命 都因你而不罪 多谢 但我又要你知道 除了你坏 事实上还有许多人 他们所做的事 也并非为了自己 永远只知 我自己活着的人 他们心里 未必变得快乐 甚至说不定 比你还要悲哀得多 你要杀死我 莫非是为了别人吗 那边的女孩 你也是移花宫的吧 一起上吧 先偷一波 买个东西 心灵剑法 诶 有点痛了 还合入疯招 通通疯招 只要撑个几回合就好了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莫大塞请住手 花宫之宜将小鱼 早已约好三个月 后要再宜昌决斗 此刻你万万不能杀他 有这回事吗 是 我虽然不怕死 但起来在他们面前 这样死去 走那么快 公子太好了 所以不愿意这样死去 但没夜南天放过 也要难受 夜南天要杀小花五区 我一摇又要杀江小鱼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三眼带的恩命 算到夏眼带身上呢 公子 你留在这时候风行不好 我们还是先回深海证吧 好 那我们是这样子 好 这边选上选二会这样 小子我隐碟当年是八百只角 十几年前你还给我海里抱过 没想到今日可以替你作美 他弄在地下有之 也是不亡了 前面这段完美的声势 还望见高 你是不是新疆 不是 诶 你不姓江 这倒是件怪事 你简直侧头侧尾像个姓江的 也简直和江峰长得一模一样 原来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你既不姓江 成不成亲 就全不干我的事了 你要走 就走吧 这少年竟然不是江小玉 奇怪 奇怪 前辈何以认为她是江小鱼 才想着我们曾经的呢 我虽然是不能见你们卫秦寿 但若非她实在太像江峰 我实在也不会多管闲事 她自然不姓江 她叫华武雀 华武雀 我尽在此地遇见了夷花宫的门下 前辈莫非与夷花宫有什么过不去吗 我正是与夷花宫仇深入海 我十年莫见 为的正是要将移花宫门下杀尽杀绝 我正是与夷花宫 我正是与夷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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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夷南天一战 正是学武的人必生之外 就是夷花宫门下 也以能与夷南天一战为荣 要的 看看我们都像移核也有 比较遠 好 直接按V 好 都一模一样 好 他就走了 好 我们回十来 好 選二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身世的 就是可以提到江峰的事情 就這樣子而已 好 然後這個路線一樣是走鐵星堂的路線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今天直播跟影片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謝謝大家的這集有收看